大节制 天地伤 巅峰强者要么顿入上界 要么被当成猪狗般生情 唯有少数侥幸靠着隐秘气息活了下来 谷国陷落 神山崩塌 石国也成了无上传承的争夺之地 石浩听闻此事后 竟直朝石国皇城奔去 石族的鸡眼 岂会拱手让与外人 刚至石国皇城 一道空灵出城的身影便拦住了石浩 来人正是补天教的月蝉仙子 月蝉依旧青纱遮面 名谋如水 如雪的肌肤 在那一头青丝硬沉之下 就如同一副绝美的画卷 月蝉清起朱唇 以你一己之力 能抗衡得过这个大势吗 石浩并没有沉醉在月蝉的姿色中 反唇相击 错 应是我问你们 想抗击这一大势吗 月蝉已猜到了石浩的来意 石浩也看出了月蝉的企图 月蝉依旧不死心 想要将石浩收入补天教 为表诚意 道出了石浩从不知晓的心命 所谓的下界八欲 不过是上界用来放逐罪名的囚龙 八欲之人 皆是罪血后代 在上界之人看来 对罪名的剥夺 没有丝毫负罪感 大劫所造成的生灵涂炭 不过是对罪血后人的些许成见 要想挣脱牢笼 唯有进入上界 加入补天教 便是罪佳途径之一 月蝉并非八欲之人 本就出生在上界 只是幼年时被下放到荒域魔力 他有能力为石浩摆脱罪血身份 石浩岂是性命之人 谁人敢定他最血名号 月蝉的话 并没有让石浩的立场动摇半分 反倒激起了他无穷战意 我若是想去上界 一定会自己杀上去 石浩的气息瞬间暴涨 眸光射人 月蝉之道 何谈无望 只能持剑迎战 二人所在的楼阁瞬间化作积分 两道亮光在空中不断碰撞 符文激荡 可战斗并未持续太久 众人的目光便被皇宫冲天起的金色巨龙吸引 那正是石浩留下的黄道容器 谁人能将其掌握 便是下人石浩 石浩以荒天侯的名义 尽直闯入了皇宫禁地 但凡拦路之人 皆被横推 毕竟尊者悉数消失 列阵期的石浩便是天下无敌 行至皇宫禁地 石浩才发现古教之人早已入住此地 布老山 补天教 宁经教皆是无上传承 真正的道统在上界 荒域大劫便是上界道统一手制造 如今的石国 不过是三教争夺的一块肉 三教都想扶持自己的傀儡 继任石皇之位 布老山甚至向石浩抛出了橄榄枝 只要石浩愿意 他们便能将他送上石皇之位 石浩扫视在场众人 目光锐利 字字铿锵 狱外来人 立刻退出我石国皇家禁地 否则杀无赦 石浩的霸道并没有震慑住众人 反倒引起了石国诸王的激讽 石浩不过一位十五岁少年 虽然霍蜂天侯 也没有资格主持皇宫事务 石浩并没有打算折战群雄 直接出手 挑杀群王 草字剑决的剑气通天 抬手间 哀鸣之声便响起 诸王纷纷后撤 无人再敢顶撞 石浩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众人的想法 静置笼罩住了整个皇宫禁地 身上的宝树接连轰出 钻泥 金鹏 朱雀等凶兽乱舞 石国王侯纷纷败倒在地 我等之错 石浩并非滥杀之辈 尤其对于同族之人 感受到众人的诚意后 便不再继续 此时 石浩感应到了中央天宫的呼唤 也无暇在追究众人叛离之时 静置朝着黄金大殿走去 无人再敢挡在石浩的路上 岳禅等三轿之人 也只敢尾随其后 岳禅一手提拔起来的十九皇子石虫 成为了唯一 还能与石浩竞争一二的对手 石虫并不甘心将皇位拱手让出 出手便是石国的镇国之术 碧岸宝树 一只头生巨角 鳞片如重甲的骑兽 静置朝石浩袭去 石浩只是探出一只手便挡下了地暗的巨爪 石虫自大喝一声 动天内滋养的凶兽西树冲出 石浩立在原地 以昆蓬泉横扫周身 石虫的宝树西树被轰碎 岳禅 你们止步吧 这皇位我不适合 石虫拜得心服口服 当即便为石浩开启了神灵法阵 将石浩护送进了石国的传承之地 三轿之人只能看着石浩接下石皇之位 但众人眼中的战役依旧未消 只要将石浩镇杀便可再推举一位新的石皇 石浩与三轿的斗争才刚刚开始